我最近在做关于教父故事的系列讲述 教父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命运 我最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距今差不多都有二三十年了 那时候我还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们看看我的那本教父的老书 瞅见了吗 这要是没有透明胶 粘着啊 这整个都断了 知道吧 这里面的字都模糊 都发黄了 整个的这个 这个图案都也看不清楚了 好家伙真是酒饼磨成白板了 那个时候有一些句子我是读不懂的 那么到了现在的这个年龄呢 我觉得对于其中一些句子的真正含义呢 有了一些深刻的体悟 就是出来喝咖啡 闲着没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教父他这句话的本来意思是想说什么呢 他说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命运 但是他要说的这个话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固定的 是不变的 是被预先设计好的 是不可以被更改 他是这个意思 他想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 人在这种被预先设定好的 不可更改的命运前面的这么一种无力感和不耐 他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张三 张三这个人呢 三十岁之前他是一个浪荡子啊花花公子坏事什么都干就是不务正业 到了三十岁那一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忽然就成了一个圣人了就好像那个呃 如果写的悲惨世界里面的那个米利亚大主教一样到了三十岁那一年米利亚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忽然就成了一个圣人了 但是米利亚不能说我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 这个世界上没有改变这回事我比较反对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说某某某改变了世界某某某改变了人类的进程某某某的命运被什么什么什么改变 这个世界上没有改变这回事就好像说你如果今儿去公司上班的话你出门左转两次右转三次才能到公司 你不能说你每一次的左转弯或者是右转弯就是改变了你什么你也没有改变 这个路线原本就是这么设定好的你如果要是不按这个路线走那你就是矿工了对不对 所以说没有什么事是被改变的一切都是被预先设定好的就好比说你现在坐在这里不管是在电脑前面还是手机前面你听我嘚不嘚嘚不嘚不嘚 或许你原本啊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时间你有一个约会但是对方呢离时来电话哎呦对不起咱们哪天再见我都突然有点什么事啊 或许这个这个差就打过去了你才坐在这里听我嘚不嘚嘚不嘚你可能会说哎我原本我是应该跟谁谁谁去约会的我我就是本来在这个时候看不见你没有什么好本来的命运就是这么设计好了此时此刻你什么也干不了你就会在前面就是在屏幕的前面不管是电脑屏幕还是手机屏幕盯着风子在这里嘚不嘚嘚不嘚不嘚 这一时空节点是被预先设定好的是你怎么着也逃不过去的未来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未来要遇见的人也必然会遇见所以说没有什么好改变的那么既然一切都是设定好的你什么你也做不了你也改变不了那么知道这个道理跟不知道这个道理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区别就在于你可以避免焦虑焦虑是最没有用的一种情绪 除了它可以让你抑郁以外既然一切都是设定好的一切都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必然肯定绝对会发生那你还焦虑个屁呀呢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出来喝咖啡不能长篇大套公共场所啊今天是周末各位周末愉快